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人这一生弹指之间 年轻时觉得一切都在自己掌握之中 等人到中年,才发现自己不过沧海一粟 在人生的海洋里,渺小到如此可怜 中年人背负得太沉重 事业、家庭和婚姻 还有许多逃不掉的琐碎 尤其是中年女人 不但有工作的压力 还有生儿育女的艰辛和为难 到了中年,背后是激情澎湃的年轻人 随时觊觎自己的工作岗位 回到家里是黄脸婆 孩子嫌弃唠叨 丈夫审美疲劳 说不准婚外还有女人想采摘现成的果实 一边是无法抵达的物质境界 一边是难以抚平的精神需求 中年女人左右都是不容易 想握得住手中的幸福 需要超出于常人的付出 然而中年女人最大的悲哀不是没有钱 没人爱 而是这一件事 少年派中前三一的母亲裴音 曾经也是个如花的才女 她出生于世家 嫁给了门当户队的前玉坤 然而她们过得并不幸福 用裴音的话来讲 前三一是基因的最良组合 所以她才有夺天独厚的智商和才华 可是无论前玉坤还是裴音 亦或是前三一 他们三个人谁都感觉不到幸福 前玉坤在外面有情人 他们在一起十多年 裴音明知如此 却抱守着婚姻不撒手 丈夫不爱自己 自己对丈夫的为人处事亦不欣赏 即便这样 裴音仍不离婚 她把婚姻比成画布和画矿的关系 她认为画布有了画矿 也算是一种保护 有总比没有要强得多 因为她的选择导致三个人的痛苦 她把自己困在婚姻里 十多年行尸走肉一般活着 她不明白 为什么林妙妈妈说话粗俗 缺少涵养 而自前三一 却说羡慕她那样的家庭 裴音早已在麻痹自我 她把生活过成了一眼看到底的模样 早已不再是自己 中年女人最大的悲哀 就是失去自我 不懂得为什么而活 却固执地一厢情愿着 裴音以为她不离婚 这一辈子保持着家庭的完整 也是一种结果 她却忽略了人性的需求 她不爱老公 但老公需要爱 也需要被爱 她爱孩子 但孩子不愿生活在桎梏中 她所守护着的那个家 早已如同冰窟 唯独她自己还没有察觉 如果不是儿子前三一的情感爆发 让裴音意识到自己活在亲手编织的骗局之中 如果不是王胜男的开导 不幸的婚姻与女人而言 就像破的画框 无法对画布形成保护一样 还不如没有呢 恐怕裴音还没有意识到 她早已变得面目全非了 她精心打造的梦中 她自己都觉得那个女人太过陌生 没有谁能打下宝票 说自己一辈子一定能幸福 但是一个失去了自我 没有了灵魂的女人才是最可怕的 好在裴音醒悟得不算晚 她和钱玉坤离了婚 拿到离婚证的那一刻 突然感到了解脱 可能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从前的自己活得有多宁吧 只是为活着而活着 为家庭的完整 为儿子的前途 却唯独忘记了她自己 也是需要爱与呵护的 后来她接受了弟弟蒋玉文的求爱 而不管他们的结局如何 但至少裴音又重新找回了自信 回归了舞台 不再是那个 只是围着儿子而活的中年女人了 人生便是如此 有时候你不往前迈开一步 你永远不知道前面的风景会有多美好 无论女人到了哪个年龄阶段 都不能彻底失去自己 要知道 你遗忘了自己 又有谁会时刻把你放在最珍贵的位置上 相信前逾坤不愿意每天回到家里 看着那张没有表情的脸 前三一也希望能有一个感情丰满的母亲 而一个麻木了的女人只会使整个家庭的气氛 更加压抑 让人只想逃离 一 婚姻不是唯一的选择 年轻时以为拥有浪漫的爱情 被一人呵护手心 便是世上最幸运的人 可是走到婚姻中才发现 正如《狼桥一梦》中 弗朗西斯卡所说 女人决定结婚生子时 她的生命一方面开始了 另一方面却结束了 那些曾经你追求的浪漫的不切实际的幻想 都只能收藏在记忆的深处 你所面对的生活 才是人生最真实的部分 而如何让自己能过得如意美满 经营权掌握在你的手里 不是只有风花雪月 不是只有爱情 就能够填满生活的空白 有些女人很快转换角色 适应了新的生活 却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无所不能的主妇 把爱给了家庭 给了爱人和孩子 却一再地忽略自己 一些女人把婚姻和家庭 当成自己的事业来经营 渐渐地找不到最初的方向 彻底失去了自己 发现越来越背离幸福的初衷 显然这样是不对的 生活有时候会无理取闹 可你要百折不挠 生活想尽办法刁难你 你也要拼尽全力宠爱自己 这才是正确的人生态度 二 女人这一生 如何才能过得幸福 一谈到女人的幸福 在大众的刻板印象中 接着就想到了美貌 出身 完美的婚姻 这些因素 然而我们只是看到了事情的表面 却没看到隐藏在他们背后修炼的质物 其实那些真正过得幸福的女性 无论外界怎么变化 她们的内心始终不被影响 依旧坚守着自己的节奏 舒本华认为 幸福的首要因素 是由一个人的内在机制决定的 也就是说 一个人的内心怎么想 外在环境只是起到了调解的作用 真正决定快乐的 是她自身的意愿 情感 以及对事情的看法 保持健康是一切幸福的基础 舒本华曾在书中说过 高贵的品格 良好的智力 愉悦的性情 和健康良好的体魄 都是属于一个人的美好素质 这些素质又决定着 一个人幸福的关键 我们可以试想一下 在这些美好的素质中 直接决定着人们心情 高兴与痛苦的 是不是健康的身体 只有先拥有良好的精神体态 未来才有机会去实现更多的目标 追求更深层次的快乐 虽说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 但是如何保持身体健康 仍需要我们重视起来 下面来看看以下几点 第一 我们要避免一些过度放纵的行为 言外之意就是我们要学着有所节制 不要为了眼前一时的刺激 去报复性的熬夜 刷短视频 这些垃圾快乐 只会消耗着人们的精力和体力 无法给人带来真正的快乐 再看看那些聪明的女人 都懂得由内而外地爱自己 不过度地去透支身体和精力 这便是对自己最好的滋养 第二 我们要学着做情绪的主人 出现负面情绪的时候 不要一味地去压抑它 而是学着正确释放 那些过得幸福的女人 都知道接纳当下的情绪 给她缓冲的空间 等心情稳定后再处理事情 做决策才不至于受影响 我们接着说第三点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养成锻炼的习惯 它决定着我们的精神面貌 而且锻炼中释放的内非态 能让大脑感知到兴奋 让人们做事更有动力 比如智慧的女性 每周都有运动的习惯 像慢跑 瑜伽 不仅能缓解焦虑 提升专注力 还能增强免疫力 此外 他们在饮食上 也不胡吃海喝 只选择对身体 有益处的食物 可见 健康确实影响着 人们幸福的方方面面 正如那句话说的 健康十一 其他的一切都是零 所以 我们要认真践行这些习惯 才能一点点地 靠近幸福的生活 人生未必都能圆满 尤其对于中年女人来说 婚姻也未必都能如意 可是人生也正是因为种种变数 才可能制造无数惊喜和落寞 这也是生命的一部分 一潭死水 波澜不惊 或许你能洞穿到生命的结局 但是这样的生命 又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 中年女人 虽然青春已逝 但余生还长 虽然怎么个活法 最终免不了同样一个结果 但过程的不同 难道不也是一种幸福吗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